好的那我們現在回到Olimo League第138週 週賽16強的賽斯 對戰組合則是由NICE對上Enlife 地圖來到的是破碎之地 在左上方藍色人類選手是韓國的Enlife 這邊要野兵營 在地圖的正下方的位置 現在在地圖右下方紅色神豬選手是NICE 尼尼尼尼尼尼的這個位置是在NICE的鋼礦處 也是NICE的主礦的左側 越過三礦之後的那個礦區旁邊 接著要來看一下NICE這邊 工兵偵查了之後會發現 NICE現在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家裡的這個兵 傳送門完成的時候放下了機械公司核心 然後要生產下一隻狂戰士 然後這隻工兵就持續在人類家裡不斷的巡邏 因為重點就是要看人類的 軍工廠有沒有放在家裡 如果人類的軍工廠放在家裡跟放在外面的話 應對方式完全不同 NICE這裡 過了蠻久的時間都還沒有看到軍工廠 NICE這邊應該可以判斷的出來 Alive的軍工廠是放在外面 是這邊Alive的軍工廠放的位置跟 自己的兵營是有點距離的 好 這個樣子的話 看起來有點像是Alive這邊 後面是要接隱形女妖的感覺 Alive這邊先 野力之死神跳進來 我 NICE剛剛把狂戰士拉出去尋 所以並沒有 欸 做事啊 所以第一時間並沒有拉到狂戰士來 驅趕死神 導致於自己的工兵有了一隻的損失 這邊的話 Alive再生的是 飛彈車 這個飛彈車出來之後 我們要看一下Alive的選擇 第二台飛彈車 然後接醫療艇 還是要掛上科技實驗室 這個進度調完成順序應該是直接飛彈車 第二台 然後這邊會直接出醫療艇 等下直接空頭 這裡的話Alive有一出兩隻死神 之後兵一次漂為家 漂為家要開始產兵 目前的話Alive這邊則是兩隻死神 飛彈車先過來看了一下 高地開視野 目前的話NICE這邊 防守上來講 有點小小的 喔有電池有電池 沒問題 有時候戲稱喔 早期神族防守人類這個野兵贏這個叫桃園山結役 三隻完全不同的兵 好各一隻 搭配著一個電池 然後要防守這一波的潛壓 桃園山結役 出現了一個複製 喔回來了 失散多年變烏烏將 可是有雙胞胎就不對啦 這邊的話 NICE是選擇放下VS 星際之門來做防守 而不是大家常見的機械造場 在這裡的話 NICE先用鳳凰槍前飛去偵查 這邊 做個集結 然後NICE這邊自己也開下了二礦喔 不過Alive這邊的 軍工廠跟星際港都是放在外面的 Alive這邊的二礦率先要完成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現在其實人類在打神族的時候大多會選擇野兵營這個遠骨 因為隨著神族對人類的開局越來越了解 神族知道今天人類如果你正常開 我要在什麼時刻 守什麼兵種 這個 對現在的神族玩家來講已經完全是了弱之戰 所以人類玩家就選擇把我的 建築物放在外面 讓你猜不透我一開始要打什麼 並且讓你對那個進攻的時間點 出現錯壞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比你先一步先開下自己的二礦 在經濟上至少不會輸 NICE這邊做一個反推 好這一波這個飛彈車 飛彈車如果沒有救到的話 這一邊 好Alive門口有一個碉堡 NICE這邊要硬走進來 這個走進來的話 哇 史上非常慘重 當然工兵過來 NICE這邊用 鳳凰率先抬起了飛彈車 然後自己的最烈是被工兵包掉 哇我覺得NICE這個判斷不太明智啊 哇這個直接走進去導致自己的部隊損失慘重 我們來看一下 哇NICE這邊直接打出去 他知道自己損失了這一波兵力 然後加上經濟落後的情況底下 自己後面不可能打贏 而LIVE只用了五隻工兵 就 守住這一波 哈哈哈哈 蠻像的 蠻像的 雙刀劉沛 演樂嘴烈髒八角 優雖然作詐這個 啟動作 其實我覺得韓國宣說韓國人類韓國人類之所以強就是因為他們很敢去打這種野建築的東西 一般我自己身為台灣的人類玩家你建築物放外面其實會有種不安全感 因為今天如果對方打到你家來你的兵是從外面走回來其實反而變成對方有地利優勢 韓國的人類選手其實對於這點來講他們不怎麼care 很敢野東西東野西野什麼都野 現在來到比賽第二回合 目前是Alive有1比0領先 地圖來到藍椅 在地圖左下方 藍色人類選手是Alive 在地圖右上方 紅色神族選手則是Nice 這場的話 這場的話Alive選擇把兵乖乖放家裡 至於NICE這一邊 喔 換NICE要打鴨子了 不甘心被對方野兵贏 這一場換我也傳送門 NICE這個打法 其實我覺得NICE這個 現在用這一場的這個打法打人類我覺得 蠻適合 新手神族在學習一開始學習TVP PVP的時候的一個開局 那當然的話我們今天假設我們討論的是 如何讓一個新手上手的情況下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 新手可以先用這個打法 前壓之後後面接四面局直接接一波 那輸了的話 至少先看自己的流程有沒有走錯 操作上有沒有太大事 我覺得 這個打法其實對於 神族開始在學開局的時候是一個蠻好用的 方式 這邊 夏里先出了一隻礦殘士 接著呢 野的兵營再出一隻追獵 並且家裡的兵營也是直去的再出追獵 通常 神族玩家選擇這個開局如果遇到人類是死神開礦 那 這個惡礦 都要被迫炸掉 這邊的話 奈斯要先點掉這隻工兵 好然後再來試圖要去突破這個斜坡 好 Live這邊第一時間拖出了大量的SCV下來做防守 不過你拖SCV的話就變成是耐士只要下來退守 然後點你的惡礦就好 那你拖工兵的這段時間呢 就是你的經濟上損失 這邊耐士要小心喔 狂戰士不要走進去 哇這邊狂戰士直接被爆掉 這一邊損失狂戰士其實非常的虧喔 因為有狂戰士在人類的工兵不敢直接往你的部隊身上貼 NICE這邊退守下來喔 開始點 Alive的惡礦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惡礦的惡礦損血這個速度喔 如果有狂戰士損得比現在的更快很多 這邊的話 好果然 惡礦這邊選擇取消 人類在遇到這個開局如果是死神開 惡礦取消的 被迫取消的機率高達有8成這樣 甚至連大家熟知的頂尖選手 馬路喔 死神出去看到對方野兵營的瞬間 果斷惡礦直接炸掉放狂礦 NICE這邊家裡選擇的是放下星際之門 在 點掉 應該說逼Alive取消惡礦之後呢 NICE這邊也是 挺殘的催裂者 並且開下自己的惡礦 這個開局的話目前情況就變成是 NICE是一個優勢 NICE這邊被迫把惡礦取消重新放在主礦的位置 NICE家裡在尋飛彈車 NICE這邊有兩台飛彈車做防守 NICE這邊後續再出的是鳳凰戰機喔 NICE這邊後續再出的是鳳凰戰機喔 已經兩台了現在出第三台喔 這邊是要直接 這邊剛有發生一點點小小的戰鬥 是工兵在互轉嗎 好這邊 這一船頭上來 耐滋沒有看到嗎 耐滋沒有看到嗎 哇 這一船頭下來的這個位置 這太巧妙了吧 好不過這邊走進來耐滋應該有看到 三隻鳳凰的情況下 先傳教室 然後鳳凰先優先點掉醫療體之後 然後 再搭配工兵 這個結掉沒有任何問題 耐滋的操作也是相當的不錯 剛把沒血的工兵點掉 耐滋這邊持續的載出鳳凰的用意其實就是 因為耐滋這一波要突圍 一定要靠飛彈車 然後這邊耐滋只要前線再接一輪兵 然後搭配家裡的鳳凰過來 耐滋前線這波部隊非常的難守 這裡的話等一下就是鳳凰飛過來第一個優先 抬坦克 然後部隊開始交戰 交戰之後開始抬飛彈車 好後續雖然坦克出來喔 不過人類所有的機器單位都在空中 飛的情況下不可能打得過 升族的這波壓制 不過鳳凰這邊看起來 能量好像剩一把 只能再抬一次 好所以這邊耐滋非常的謹慎 耐滋這邊很謹慎喔 就可以直接直接往前頂 這邊耐滋也非常有耐心喔 不急著打 耐滋這邊也是自己的部隊不夠多 情況下不敢往前擠 坦克直接往前架 耐滋這邊 好選擇RECALL 這個二礦點掉耐滋瞬間 經濟進入一個巨大無比的優勢 但是耐滋唯一的隱憂就是 耐滋這一波反推 耐滋你的鳳凰 耐滋這邊鳳凰有及時的回頭 回頭是岸 但是 損了不少的血 在這邊耐滋拉兩台飛彈車要來點 點水 如果在鳳凰數量 夠多的情況下 飛彈車如果單獨的部分 會被各個擊破 哇 鳳凰竟然被沒有打真的槍兵點掉兩隻 這個實力也是不容小觸 好 耐滋這邊在二礦放了一個飛彈砲台 寶座這兩台坦克 以及這個醫療體 重點是醫療體 坦克不一定會解決掉 不過醫療體剛剛一定是點得掉 這邊後續出了一台先知 要用先知的技能來 掌握人類部隊動態 接著在家裡把傳送門補了上來 由於外面的傳送門停電 所以在家裡把傳送門數量補到三個 這邊的話 耐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耐滋的亡命一波 現在耐滋已經取得了一個經濟上絕大的優勢 而且耐滋現在就算在開礦也不可能追得回經濟 所以耐滋唯一能做的就是反推一波 耐滋這邊拉了一隻槍兵想要先踩掉幾隻鬼雷 不過 耐滋這邊也是第一時間點掉那隻槍兵 耐滋這邊經驗也是老到 一把掃描下來發現耐滋的部隊量不夠多 直接衝了上來 槍兵打針 然後這邊鳳凰優先抬起了 一隻弓兵 跟一台坦克 哇 耐滋這邊直接被耐滋的一波反推打爆 打出了GG 耐滋以2比0的成績擊敗了耐滋 晉級到了8強